我也喜欢你快停一下 找炸弹去炸神秘房间 这是一个结局 颜值骑士 颜值骑士这也是个结局 火焰骑士这个我们先拿了吧 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个房间 有乐谱的是在哪来着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乐谱 现在我们需要的道具都已经找齐了 现在找体育馆就可以了 这边应该是音乐室 我觉得 对这边 乐谱 弹一下钢琴 体育馆钥匙 然后我再传送一下 体育馆 进来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局 我们有体育馆钥匙之后 进入这个雾门 就可以见到那个颜值骑士 跟他打架吗 我们如果说用这个的话 可以把他打败 但是 好像是要被他打败五次吧 好像是说 怎么说呀 这玩意儿我打不了他 一次我就死了 要打五次吗 他一刀就能把我秒了 快点 附近有一扇门开了 是这个门吗 对 这里有一个门开了 左代理 你不是在图书馆里吗 他是从其他游戏里被召唤的 像我们这种恋爱模拟角色 没有攻击手段 打败他的唯一方法 就是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 什么规则呀 你知道这游戏支持MOD对吧 你要将他设置为可攻略的角色 在学校某个地方应该有3D模型数据 你能找到吗 哦 把这个给他 等一下 我用MOD把它添加为可攻略角色了 接下来就和往常一样 谢谢你真是我的大救星 然后我再看一眼 我再看一下 哦 这门开了 朋友们 这不是雾门了 我看一下 颜值骑士 变小了 感觉 我想知道左代理给他加了什么设定 总之还是先和他谈谈吧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今后请继续当我的制作人吧 你选择成为偶像不仅仅是巧合 你内心深处的激情和天赋 像火焰一样燃烧 相信你生来就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亮 谢谢你 我会尽力的 他的新歌 爱护爱恋与蜕变 这首歌不可能会活 我相信你会成功 你不做偶像 你要做什么呀 你能来天台找我吗 天台 难道是那个钟 我会等你的 那个钟吗 天台门已解锁 到天台找我 天 不是我这能传送不 好像是 这边是天台 看一下 他在这发烧呢 烈焰骑士 一定能出来顶尖偶像 如果他在天台上表白 我别无选择 系统只能让我同意 我也喜欢你 快停一下 燃烧的爱 灰梅里的修复芯片 这个修复芯片 其实可以拿着 因为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局 可以用的 壁咚 等一下 我可以修复他 对 我把他修复了 朋友们 我好像被十秒攻击了 你救了我吗 运动日还没结束呢 谢谢 但如果被人看到 我救了你 你还 你还这么说吗 跑哪儿去了呀 惠灵梅 我得跟着他 好像 跟着他跑 好像是 我说你怎么这么能跑啊 你这么能跑吗 你跟随我 因为担心我吗 谢谢 但是如果被人看到 我跟你见面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又跑 你跑不掉的 你永远都跑不掉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 伪行者 快 我来了 朋友 别跑 跑这么快 跑太快了 朋友们 没体力了 他又跑到那个教室去了 哦 你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追 你又来和我见面了吗 我想起来一些事 我离开后 你能读这封信吗 稍后再见 我在天台等你 哦 行 好了 朋友们 好 我看看 天台 我来了 怎么天亮了 学校回来了 很抱歉 叫你到这儿来 有什么事吗 我真的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要告诉我什么 我终于明白了 十秒修改了 所有人的好感参数 哦 怪不得其他人都不喜欢我 原来是十秒 他把我的参数给我改了 大家都讨厌恋爱游戏的主角 这不是很奇怪吗 确实啊 你一次一次来来找我 我对你的态度这么恶劣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感受 他喜欢我 我不恨你 我也喜欢你 惠美丽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哭 不过我很开心 中的传说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耶 诶 十秒 看到了 爱的力量改写了我主宰的世界 你赢了 居然真的在一起了吗 十秒你没上来捅刀子吗 难以置信了 十秒 你这次怎么 不对 我成功攻略了女主 现在要去攻略其他角色了 我该选谁呢 该进程无法成功执行 为什么出现错误 不对劲 黑化了朋友们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你这整的 看一下 还有十 十一 十二 来吧 那一个一个 来吧 接下来是找炸药了 朋友们 找炸药 圣人娃娃 相机 闹钟 饮料 好 闹钟有了 炸药 可以 还差一个引线 引爆器 有了呀 那都有了 找到美术室就可以了 这边 美术室 可以 引爆器 炸药 炸弹 然后我们再找那个神秘房间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等到那个运动日就可以了 只有运动日的时候可以来安装 我把门关上朋友们 保健课了我天保健 苏神这个游戏已经打了十几个结局了 可以可以可以 他怎么进来了 我丢你怎么跑这来了 哎呦 放这个炸弹 炸开 发生了意外 这是解说运动会的人吗 我的天哪 玩家抢进了广播室 我没想到用来炸天台中的炸弹用在了这种地方 怎么又跟他摆上了 你这玩意外 我莫名其妙 我跟这个 跟广播员谈上了 看一下 还剩两个结局 这两个结局都是最难打的 还剩两个我感觉也快了 直播混音器 所以我们这次还是打那个炸炸弹解决吧 引爆器有用 炸药有了 但是现在我还插个U盘好像 有了 它我们必须 确实是 这是 事情なの 嗯 我的天啊 U盘有了 电脑室插U盘拿到阀门 这天台上面对 在这边插入这个东西 排水 排水之后在下面来拿这个传输模块 然后我们再去方数那边 把这个传输模块给他 10秒回到这个世界的话牛在这你也会消失 还是用这个传输模块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跟结局3那个有点像 然后我们在这个惠美里的走廊 用这个壁东神器 终极壁东 来 把我没理给壁东 壁东惨了啊 然后再传送一个 天台 等一下 我没有安装炸弹呀 这里可以放闹钟了 炸弹 10秒你完了我要用这个炸 把那个炸飞 我直接就在这安装炸弹吗 直接就安装炸弹怎么样 炸弹已安装 苏神医老师 你果然会来这里 这个炸弹怎么回事 你想炸毁这个钟吗 真是天真 你安装在电脑上的这个游戏 天中大爆炸 现在就去拆弹 拆弹完毕 他不是应该打这个东西吗 你是不是要打这个呀 哦对 我还活着呢 方束 他要给我一个火箭筒 快 从别的游戏里偷来的 从生化维G里偷的 但是啊但是 砰 下卡拉卡 炸了朋友们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选择 他下来了 这个结局是这样的 直接给他一发 这结局是 这个结局是给他 难以置信 诶这个人来了 管山佐弹里 不敢相信你攻击了方束 我不会臣服于你 我自己消失 你消失干嘛呀 愚蠢的NPC们 我来告诉你 谁才是这场游戏的真正主宰者 魔王 中二病 这个结局原来是中二病结局 看一下结局有多少个了 还差最后一个了 朋友们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 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啊 锤子 直播混音器有了 麦克风 麦克风有了 闭咚密集有了 只差一个摄像头了 钢中大脑在这儿 直播摄像头 可以 哦这不是在保健室啊 我就说 送给你 你的大脑 我把你修好了 电竞室钥匙 然后现在可以旅行了 电竞室 在这里放直播设备 麦克风 混音器 摄像头 我在天台等你 怎么样呢 去天台看看吧 这个直播室 这是学校里面吗 学校里面怎么还有这种地方 难以置信呢 超级壁冬 快速旅行 天台 我来了 这是什么啊 怎么是台电脑啊 还有一封信 我找到了比你更热衷的东西 对不起一直来给你添麻烦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登陆这个网址 你会喜欢的 什么网址啊 你不要给我给一些不正常的网站啊 现在正在准备 请等待开始 然后这边就开始直播了吗 10秒爱上了直播 10秒居然爱上了直播呀 AI虚拟主播 特别嘉宾烈焰骑士 这是一个直播是吧 10秒用了我给他的设备成了主播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虽然是第一天直播 但是他收获了百万粉丝 我的天 而且他还可以入侵其他游戏 召唤游戏角色 这么厉害 他揭露游戏行业各种幕后信息 让游戏从业者瑟瑟发抖 我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不过 我与人气主播10秒有外遇的消息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我的住址被人公开 我的形象被当作免费素材使用 是时候利用这场轰动了 我将以绯闻主播开始新生活 10秒轮到我追你了 什么鬼 开始扯淡了我觉得 当主播了 到返天刚了 所有的这个结局都出来了啊朋友们 还有最后一个隐藏结局啊 就是比较短可能 这边 对这边有个密码大家记得吗 哦 隐狼的那个面具 是那个游戏里面是吧 然后我们再进入游戏吗 然后我 是不是要拿东西再出去啊 哦 不用 这次真变了朋友们 谢谢你的电影 这是 我帮你通关了这个游戏 我帮你通关了这个游戏 这游戏演示版里我的冒牌货被殴打了 但我成功报仇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和游戏有趣 就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 这是作者是吧 戴面具的 行 隐藏的 搞笑的结局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怎么样 全结局完成 我们可以休息了 晚安